第五届世界杯青少年现场绘画大赛颁奖典礼 于2017年8月10日在Gateway Theater隆重举行 联合国基金会特使Richard Delire 审议员Linda Raitt John Yap 列志文代事长Bill McNulty 本纳比市议员王白进 列志文多元文化联合会会员袁威 艾米利卡尔大学校长代表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席及评审代表 及300多个大赛参赛选手和家长参与了本次盛会 本届大赛分为两轮进行 非现场赛共来自加拿大、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约旦、意大利、法国、香港、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2万名选手参与其中 其中最小的只有3岁 组委会还收到一些香港地区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的小朋友的作品 这是让我们非常欣喜的 我们看到了艺术跨越了年龄、国籍和种族 滋养着每一个年轻的心灵 通过他们的作品 我们看到了青少年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近千位青少年在非现场环节赛获得了大赛组委会给予的各项奖励 现场赛环节于2017年8月6日在列治文奥林匹克馆隆重举行 34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艺术爱好者汇聚与堂 在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围绕大赛主题 有爱、环保、梦想进行了现场创作 这是一场完美的艺术交流 更将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自我突破的美好经历 75位选手在现场环节赛脱颖而出 获得了1、2、3等奖及单项奖 每一幅作品都是一次艺术之旅 是青少年与自我、与社会、与自然的美妙链接 每一位参与的选手都能够在绘画大赛中获得成长的喜悦 同时通过大赛平台开展的全球美人每年 为世界贫困儿童捐款亿元钱的大型慈善活动 也取得了圆满成功 通过各位选手在世界各地的宣传和推广 共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盒子里的学校项目 募集到了善款29,0815加元 前五届大赛已经累计募集超过了11万加元的善款 可以建设330所盒子里的学校 能够使近2万处在贫困地区、战乱以及灾区的青少年 获得教育的机会 帮助他们重建生活的信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今天对筹款活动中 表现突出的青少年进行了现场颁奖 本次颁奖典礼是对部分选手的成绩的肯定和鼓励 更是对每一位青少年的激励和号召 希望世界杯青少年现场绘画大赛 可以成为世界青少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用艺术与世界相连 更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和支持 世界青少年杯现场绘画大赛 及加拿大青少年艺术发展基金组织的其他相关活动